阿爾的電軸 好,來到寶貝的牌組啦 這次是阿爾裂空電軸喔 欸,你變成電軸了 而且感覺牌組很多餒 都快塞不下了 對啊,我們要來請顧便來教教我怎麼打吧 怎麼操作電軸 這裡看到的是Dion的電軸裂空 那我們先講一下Dion的之後有做哪些改動 那我們投入了阿爾咒斯 然後還有雷丘 再加上雙重烏龍能量 那其實增加的新卡是這三張 那這邊呢,一樣就是我們會先做 阿爾咒斯跟龍龍羊的部分 然後我們會一樣先養阿爾咒斯 去做一個打點 然後利用招式、田能量 在後台養裂空座 那另外投入呢,就是霓虹魚跟雷丘的話 雷丘是作為第三個打手 那它的效果是 蠻棒的是,拔能量一顆乘60 那它可以不用拔身上的 所以這邊呢,其實我們可以把電能量養在後台 利用龍龍羊的特性 那先後攻呢,都有不同的打法 那後攻一樣是我們的主電拳 先做書店的動作 或者是,其實可以直接用阿爾咒斯 如果手上剛好有渦輪能量 可以直接發第一招 然後填後台三個能量 因為這一套裂空座很需要能量去做高 高傷害的打點 所以聽起來,我的最重要主軸還是要有裂空座嘛 靠裂空座來撐我們的傷害 對,沒錯 那我可以問一下,那為什麼會放鑷子跟弱茲呢 鑷子呢,它的效果是能抓一隻二系寶可夢 還有抓能量 那這邊呢,二系寶可夢我們可以抓 差字符來補手牌階段之外呢 我們可以抓雙重窩窩的能量 像我剛剛提到的 我們可以先養阿爾咒斯 去做攻擊打點 然後做填能量的手段 所以雙重窩窩的能量在前面抽率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前期很卡的情況下呢 如果抓到鑷子的話 我們可以直接抓到這兩張去做一個combo 喔,聽起來很厲害 那我是不是可以打敗每邊呢 欸,不要這樣子 野心應該可以大一點 哈哈哈哈 那我們就進入洗手教學吧 喔 好,我們現在來演練一下 阿爾裂空如果在先手的情況下 拿到這些手牌,該如何去做操作呢 那這邊呢,我們一樣會先上 先上阿爾咒斯,上戰鬥場 然後後台 然後這邊會補一張手牌 就是先攻抽第一張回合 喔 好,我們抽到的是龍電廠 這邊呢,可能會先下 咩利養跟烈空座V在後台 哇,後台 然後這邊可以再考慮要不要去下龍電廠 去在...龍電廠的效果呢 是抓龍系跟電系基礎寶可夢怪 那這邊呢,可以再考慮要不要去 再多做一隻咩利養 那我們發動場地效果 再補一隻咩利養到後台 好,我們把咩利養也補到後台好了 好,後台 好 這邊,然後在手前一顆雙重物的能量 這邊呢,其實就可以先攻第一回合結束 做差不多事情 然後我們再直接跳到第二回合 那一樣補一張手牌 這邊呢,就可以考慮說 我們手上有高級球 有薰箱的動作 然後優先呢,當然還是進化阿爾宙斯VSTAR 在依對面的... 勤勢呢,去抓...看我們要抓什麼牌 那這邊通常會用薰箱呢 直接抓阿爾宙斯VSTAR去做進化 好,然後這邊手填一顆電能量 好,我們假設前台的... 前台的怪是低於180的情況下 可以達成極殺的話 我們這邊呢,可以考慮就是要補資源 那補資源的情況下可以... 我們發動特性 然後可以找... 或者是... 抽氣博士 或者是... 可以做... 找氣球 或者是找進化型一樣 後面的裂空座 那我們這邊找個氣球 因為我們等一下可能會發抽氣博士 然後氣球也直接先裝備在阿爾宙斯身上 然後可以直接做... 擊殺再填能 就是,那我們填能量... 不幸的是我們手上已經有火能... 火能量了 所以這邊呢,我們可以填三顆電能量 在裂空座身上 去做第三回合先攻的打點 以上呢,就是... 阿爾裂空的起手... 操作教學 好,以上呢,就是咕咕的解說啦 非常謝謝他們 讓我們更清楚這兩套牌如何運作 沒錯,所以我們就趕快來打... 打對戰吧 是這樣嗎? 對啊 那接下來... 請看下一支影片,看誰會贏 大家可以猜... 底下留言猜猜一套 我們兩個對戰誰會贏呢? 阿爾白馬,還是阿爾裂空呢? 好,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見,掰掰 掰掰 耶ーレ、��—— 字幕製作者 解説 中文字幕製作人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